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剛開了記者會 交代口罩供應的情況 他被人問及到底何時才會有口罩應事呢 他說本月至今已經有800萬個口罩來到香港 而在未來私人市場也會陸續有大約2400萬個口罩運到香港 這些說法根本就是找老襯的 首先他說本月至今已經有800萬個口罩來到香港 本月至今是何時呢 即是1月1日到1月30日就有800萬個 都賣光了 就算現在有的都是貨美 你知不知道貴到媽媽都不認得 張司長還出來說 還好意思說現在已經有800萬個 已經賣光了 每人排隊排千多二千人 每間分店都排隊排隊 他又說未來的私人市場 有大約2400萬個 你在玩數字遊戲 香港有750萬人口 你確保只有2400萬個口罩 即是每人分3.2個? 一盒口罩都50個 每人分3.2個? 有鬼用嗎? 即是你無能 你這個特區政府 叫你確保口罩供應 就說有2400萬個來的供應 始終有些人都是買不到 對不對 不會散裝賣的 一盒盒賣的 唉 真的 根本上你這個特區政府 依然是採取一種消極不作為的態度 就是不採取任何的措施來限價 實際上市民如果是出得起錢的 他在香港還有存貨可以買的 因為大把藥房就囤積居期 賣到五百元一盒也有 賣到一千元一盒也有 只不過這個價格就是完全不合理 你特區政府 你張司長有沒有提出到那些基層市民 和那些長者的需要 對不對? 喂 很多市民如果你賣到這麼貴的時候 就真的出不起錢來去買 這些是必需品 變成特區政府自己 又找政府物流署高價大手購入 喂 你都明知道這個口罩在國際市場上 都是供應非常緊張的了 喂 你起不時跟市民在爭取 其實是你自己政府又買了一份 你就變相拉高了國際市場的價格 你進來香港的時候 零售也變相是貴了 對不對? 那你政府就應該統購統笑 你將這個口罩變成一個所謂戰略的物資 你立法來規管 你做統購統笑 就是這樣 對不對? 像澳門一樣 你政府買完之後 你就找一堆藥房出來 就找他們來代售了 或者你自己找民政處代售 怎樣也好 你用一些行政的措施 總之是確保到市民可以用一個非常合理的價格 澳門就已經很合理了 八元十個口罩八毫子一個就足夠了 對不對? 你特區政府錢又不派了 你做這些小小的得證 行不行? 這些小小你都不打算去做 整天就以這個自由市場作為擋箭牌 任由那些奸商來謀取暴利 不奸那些又怎樣? 排到仆街 排到媽媽都不認得 排通宵 排幾千人 因為那些是相對合理的價格 比如說屈臣市 或者是那些化妝品店 或者是那些黃店 他們沒有謀取暴利 市民當然是排隊去買 你就造成了一個亂象亂局 你特區政府為什麼不採取更加主動的措施? 是不是? 統購統治 這些東西是共產黨最厲害的 你不去學一下 對不對? 你自己買回來 然後自己做統一的配給 限制這個價格 限制這個供應 那就對了 大家都不用炒了 除非他自己有其他洞路 買一些水貨口罩回來 那就是他自己割下的事 你也要確保市民有這個口罩供應 不是一味叫市民減少接觸 叫人不要出街 這些完全是斬腳趾避沙寵 張建宗司長說 沒有必要不要出街了 這樣叫市民 那他也要出街買菜 有些人也要出街上班 你老美你這個事情又要批評 不罵也不行 特區政府安排了部分公務員 留在家裡工作 這個措施是好的 但是為什麼你不索性 將這個所謂農曆新年的假期延長呢? 比如說至少延長到下星期一 實際廣東省政府已經嚴格下令 所有企業在9號之前 就是不得開工的 這些就是防疫措施 是不是? 你只要有個十四天的潛伏期 那你就避過這十四天 市民相對來說 口罩的需求就低一點 你又不去這樣做 你又任得市民要繼續上班 然後又怎麼做呢? 他就呼籲僱主按機構運作的需要 作出彈性的處理 你就是叫市民繼續上班 而且有很多工種 根本上就有他的工作的限制 他是不能留家工作的 一定就要去到他的工作單位工作 地點工作 那你至少把這個假期延長的時候 大家可以留在家裡多點時間 非必要的工種都不用上班 那你至少就能減少 真真正正是 你沒有採取任何這些措施 他還說到延長全港學校的農曆年的假期 只不過澳門政府就比你更加進取 澳門教清局就已經公布了 因應這個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持續 大中小學等教育機構將會無限期停課 復課的安排就將會在復課前一個星期公布 那這個就是非常好的措施 為什麼你香港政府永遠都是萬三拍的呢? 現在還沒想到嗎? 現在還沒想到嗎? 現在還沒宣佈得無限期停課嗎? 還要開會嗎? 到底你有沒有前瞻性? 有沒有先見之明? 既然也明知道這個疫情是來勢洶洶 既然也明知道未來的十四天是非常關鍵的 這是袁國勇教授 你林鄭所委任的專家團之一的專家 他也是這樣說 是不是? 那你還不去宣佈這些措施? 對嗎? 有什麼損失? 那些學生放假? 真是多餘 那現在還有什麼措施呢? 他就說暫停開放部分的政府設施 有用嗎? 你仍然不肯全面封關 喊極你也不肯 你搞到那些醫護人員 就要醞釀罷工來迫使你回應這個訴求 封關 你只是封那些措施 封那些海洋公園封的歷史 沒有用的 現在還有很多市民發現到 有些大陸的遊客來香港 不知哪些地方 柏例灣或者扎刑 搞什麼? 還要在街上走 你明知道這些事情 你明知道要減少人和人之間的接觸 是不是? 你就封關 封關就越來越少接觸 是不是? 這就是最徹底的措施 那你也不肯去做 那你還要請示 你想怎樣? 是不是? 實際這些不需要請示任何人 這是特區政府自治範圍的事情 應該去做 馬上去做 立即去做 好了 現在原來看到一個消息 令到你更為之氣結 就是新加坡政府已經宣布了 向全國137萬戶的家庭 每戶免費派發四個外科口罩 由星期六起開始派發 總數大約是520萬個口罩 人家就強調了 新加坡目前未有社會感染的個案 只是身體不舒服的人才需要配戴 起碼這個就是未與籌謀 起碼別人就免費派到去 是不是? 不用錢了 你香港做了些什麼? 你做了些什麼措施? 沒有啊 你有沒有限價措施? 沒有啊 你說有 呼籲 叫私委會呼籲商人不要團職居期 有差用嗎?呼籲 你老美真是 喂 現在他真是發國爛財 賺到盆滿撥滿 賺到 什麼都穿不下 他會不會聽你說啊 真是 浪費鬼氣 你一定要採取一些果斷的措施 限制這個口罩的價格 最好就是統購統銷 我建議統購統銷 這個就可以使得那個價格一定穩定下來 那個供應也穩定下來 大家不需要爭 排什麼隊 每人限10個 20個 最好 大家都有一樣 有需要就去買 沒有需要就不買 是不是 自由 不用強迫你一定買 最好 為什麼不用這些措施呢? 你特區政府想不到嗎? 三私十二局 大哥一個月出多少錢 那些人工 完全好像食塞米 好了 還有市民發現到 在大圍那邊有些人士 在垃圾桶那邊檢測二手的口罩 懷疑他們是轉售圖利 於是網上有人呼籲 市民應該儘量避免在公眾地方丟棄口罩 如果一定要在公眾垃圾桶丟棄的時候 最好用筆來挖花口罩 阻止這些人士轉售圖利 而且買口罩的時候 就謹防 不要選擇一些散裝的口罩 方主是一些二手的口罩 而且有些白癡的議員 就說可以翻證 就可以再重用 大家千萬就要小心 而且就要去一些有信譽的店舖 來對選購這些口罩 除此之外有人發現在荃灣 有些藥房售賣一些假消毒火酒 而且包裝是非常粗製濫造的 那個消毒火酒的標貼 就用一些像影印本的黑白標貼 來貼上去 而且味道跟消毒火酒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大家千萬就要注意 千萬不要買了假貨 留東西 實際那些藥房也有些良心 你炒價也算了 你不要真的賣假貨 你賣了一些沒用的東西給別人 或者賣了一些假口罩 賣了一些假消毒火酒 甚至乎有些口罩的生產日期 可以寫到2020年3月 你這些是搞什麼家伙 行為心知肚明 所以大家千萬要小心 而且打醒十二分精神 不要一見到有供應 就馬上付錢購買 這件事非常重要 謹防中伏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